再來的話,我剛剛有提到,如果TrackGPT能不能幫忙 其實我還蠻好奇,就是因為現在Google Pro他剛推出來 到底他跟TrackGPT到底誰比較厲害 這個問題其實每個人都想知道 當然你不可能說所有東西都那個東西 其實他可能是有某部分某個AI比較厲害 比如說可能程式類的,我覺得以目前來看 好像真的TrackGPT還是蠻厲害的 我自己適用的心得,我自己覺得他有些 但是他每一次都要叫你出錯 也就是說給你的程式可以跑 但是你要會debug,我覺得這什麼 你要不要就給我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給我一個,那我要不是看種程式 那還不是一樣嗎?OK 所以我剛剛的話,其實我是真的 我就隨便打幾個字 請幫我撰寫下載網頁裡的表格資料 到底是有VBA程式 反正當你敘述越完整,他越看得懂 我後來發現他會自動分詞 所以你可能就是也不要寫得太複雜 讓他沒辦法懂,或者你寫太多他也看不懂 你要簡單一點,你要做什麼事 然後放在哪裡,用什麼語言他就懂了 你不要拉哩拉扎的寫了一大堆 他完全看不懂的東西,那當然他就沒辦法幫忙 但我發現TrackGPT好像越來越接近人的思考模式 這蠻恐怖的,而且他才剛推出來沒多久 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成果了 那以後還得了啊 真的很多人會失業是可以預期 當然他現在沒有很完美是真的 那比如說呢,我就告訴他網址是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貼到那個 那個什麼Credit Table裡面的 然後他就啪啪啪很快的喔 他就馬上幫你打程式了 所以這邊有沒有,他還寫一些 他還跟你講說那個VBA要怎麼打開 不過這個可以跳過了 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以把它Copy啦 所以這個可以Copy 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喔 他用了什麼方式在抓Table 他光宣告就宣告了2468個變數 OK 然後呢 I跟JNAC應該可以猜到 他應該兩個回圈 有沒有 然後呢 用哪個物件 用IE物件 IE就IE瀏覽器 那你說老師那現在已經沒有IE了 那都叫H了 那其實H也是IE啊 只是換個名稱而已啊 就是又借殼上市嘛 你聽起來好像喔 H是另外的東西 根本不是 一樣的東西啦 OK 所以你不用擔心 IE物件沒辦法跑 沒問題的 OK 好 那另外的話還有這個什麼 HTM的物件 然後Table物件 所以他把那個網頁喔 當成HTML把它當一個物件 那表格當一個物件 列又當一個物件 藍又當一個物件 這麼多物件 天啊 那程式的話喔 一樣這個網址 所以他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呼叫IE瀏覽器 那這個意思什麼意思就是 他就是把那個瀏覽器喔 幫你啟動起來 然後把網址輸入到他的網址列 然後當然啊 瀏覽器輸入之後一定會跑到那個網頁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呢 他一定要載入啦 有沒有 所以呢 底下這邊的話就是說喔 你看他載入 如果他Beezy 就是他還在盲線 那你就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喔 直到已經下載完畢了 OK 如果沒有下載完畢喔 那你就繼續等 所以這會有個問題 效率非常差 OK 不像Creditable 砰一下就下來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啦 當然 效率最差的這個不用再多說了喔 然後他把裡面的Document 也就是這個抓下來的那個網頁喔 整個主體抓下 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利用這個物件解析啦 那他抓的是什麼 抓的是這個標籤 這個 沒有 跟這一樣 這個class 也就是說在那個網頁裡面 除了標籤HTML之外喔 其實第二個主角 就是類別名稱 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網頁後面標籤喔 還有class name class的名稱 我們 可以找到這一個 他第幾個 瓜糊0表示 可能會有不止一個這個名稱 他抓的是第一個 因為從0開始啦 這個是正列喔 然後一個一個抓 那我就看了一下啦 其實我剛剛有run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有問題耶 他這邊底下還講說 然後實際上如果要考慮到最佳化的話 可能要用這一個啦 不過他還是沒有提到create table OK啊不管齁 好啊最後的話當然呢 我就滿心期待齁 想說呢 來試試看吧 再copy一下 然後你要貼 就如果你tribb給你的話啦 你按右鍵嘛 一樣嘛 插入一個模組嘛 然後把程式貼上就好了 有點像我給你們範本嘛 sub在這裡嘛 這個是 他給個名稱叫 download data from web OK 好啊當然呢 你滿心期待齁 想說 哇太棒了 這個chargeEpt齁 馬上幫我寫出程式 那我如果把它弄弄看會怎麼樣呢 嗯 得到的結果居然是這個 這是什麼呢 欸 這個好像似曾相似耶 在哪裡呢 在這裡 他抓錯了 OK 那你想說老師他不對啊 他變成抓到不對的那個table了 但是他有抓到table是沒錯 所以呢 我覺得 所以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齁 chargeEpt很喜歡留一點東西給你debug 我每次不喜歡 每次都 還好我會debug 所以我跟各位講齁 如果你要debug很簡單 因為呢 他要抓的是這個東西 className叫這個 那我們檢查一下 啊怎麼檢查 這個是我要表格 按右鍵 然後呢 有個檢查對不對 那檢查之後請你看一下 它的 這個是TD嘛 出生格嘛 TR是那一列對不對 然後table是這個 所以請看一下 它的標籤後面是不是也叫class等於 那名稱叫什麼 autostar4嘛 所以呢 它用的是上面這個名稱 那抓的一定不是正確的 有沒有 上面不是有個autostar1嘛 你看一下 程式碼裡面1啊 1是什麼 1是上面的東西 難怪要抓到上面的東西 那正確應該是這個啦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className複製一下 接下來怎麼樣 把它貼上就好了嘛 這樣OK嗎 有沒有 它這個實際上是className className是什麼 就是那個className 其實它這個是什麼 getElement Element其實就是元素啦 就是那個裡面的東西 byclassName 好 那一樣喔 它一定回來 不管怎麼樣一定是個正列啦 這個className 反正它如果一個 它就是第0 如果第2個就是1啦 以此類推 OK 那我們一定是只有一個 所以是瓜糊0 好 試試看齁 然後我把它run一下 所以這個一樣 我把它刪掉 重新再開一個空的好了 給它 好 新的好了 然後我剛剛只有改這個地方 然後自新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它其實是會跑的 OK 所以 但目前只有一個page 可是如果你要71個page的話 那回圈跟向下追蹤那個部分 還要自己寫 那你可以看到它程式有多長 而且多複雜 跟剛剛的Critical結果是幾乎一樣 但是差別 就是第一個啦 程式相對複雜 第二個跑的效率 可能也沒那麼好 因為它必須要開瀏覽器 然後開了之後再把它關掉 再換下一頁 再開再關 再開再關 OK 所以 剛剛可以想見 是可以跑沒錯 而且它給的程式 我覺得還蠻到位的 有沒有 兩個回圈 反正這兩個回圈 基本上就找tr 就列嘛 找td嘛 所以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都利用什麼 ByClassName 有沒有 跟ByTechname Techname Techname就是標籤名稱 Techname 所以 網頁裡面最重要是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 你假設學好的話 以後就再配合IE物件 基本上就非常夠用了 好 所以這個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我剛剛的適用心得 那後來的話我也試了一下 用那個剛剛提到的那個BUR 我對它也蠻期待的 但是結果如何呢 我把一樣的問題 丟在這裡 然後 滲出去之後 它回答我了 非常簡短 我是語言模型 沒有能放這個忙 這個 簡短有力 所以目前來看 如果假設黨 你如果真的想要 就是 聊天機器人幫你寫程式的話 我好像 這個BUR 目前看起來好像真的就還落後一大截 但其他部長會不會比較厲害 我不知道 你可以丟其他問題給他 那順便試試看 因為這個 AI我想也是一個 重要的趨勢 所以你們可以藉由這個地方 再去了解一下 那我其實還蠻好奇 因為我丟他一定用IE 或者他推薦的是用這個 什麼 用XML HTTP 跟WIN HTTP 但是他為什麼沒有Credit Table 所以我在想說 那如果我在問題裡面 直接就指定 因為如果你不指定 他就會給你 他覺得 推薦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是不是在這樣 VBA程式 然後呢 就是 請用那個什麼 請使用 這個 這個 Credit 物件 Credit Table 物件 如果再增壓這個 加這個敘述的話 我不是想會不會改 OK 其實我蠻好奇的 因為說真的 這也是 目前正在 越來越好 因為你會發現 GPT真的是比較人性化 他會去思考 而且他裡面背後其實深度學習 所以他會把 之前的資料 再拿回來再重新分析過 所以得到的答案我覺得應該蠻值得期待的 而且你會發現他每一次給的答案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一樣 但有時候他還會做一些思考 OK 答案出來 有耶 真的 真的有 OK 他有Credit Table的版本 只是說他會把Credit Table這邊會加一個釋放的動作 OK 但我是覺得不釋放 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 但把它Copy一下 然後我在這個底下再貼上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我看一下程式 好像也OK 這網址嘛 然後List Workbook 他多一個動作 他多幹嘛宣告這個 直接就放過來就好了 那我直接就是 我把它改成 第四個好了 所以我這邊 我不要用名稱 我用那個第幾個 第四個好了 序則4 然後 底下的話 一樣 但是他這邊有錯誤 他一樣用Web Table 可是Web Table它是第一個 欸 他又留一點Long Debug OK 上面是一樣的 只是說把它分開寫 所以如果用1的話 執行看看 應該是抓到上面的東西 第一個table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5的話 欸 所以他又留一個東西讓你去改 把它這個delete掉 如果改成5喔 執行看看 欸可以欸 有沒有 所以這個到底 我知道 因為喔 CharGPT 它目前免費版是3.5 但是有一個版 是什麼呢 4.0的版本 是要plus 是要花錢的 我不知道欸 是不是這個原因喔 不然的話如果每個地方都給你一次就正確的話 那他基本上就沒有人要願意花錢了 OK 不知道啦 反正你們可以知道 如果喔 假如說有 花了20塊美金一個月喔 結果發現那個原... 程式都非常正確的話 那也歡迎喔 給一個feedback 讓我知道一下 花這個錢是值得的 OK 欸 在座有同學有花這個錢的 請舉一下手好不好 嗯 沒有欸 所以沒有人有這個feedback OK 這還蠻想要花這個20塊錢買個月看看 好 得到答案是不是比較厲害 不過我每次我不知道欸 真的是 每次都可以給你留一個 留一個這個 但還好我們 是看得懂 知道哪邊改 不然的話 這個也就沒關係 你們可以試試看啦 CharGPT應該都知道在哪裡吧 你就打一個GPT搜尋一下 然後 登錄的話比較麻煩 登錄的話 可能要 要登錄一下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比較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 CharGPT跟 BUR這兩個 不過BUR已經出取了 他得到結果 那GPT的話是 用3.5 可是3.5發現喔 程式是可以跑 但是都有bug 這這這這這這 而且不是偶然的欸 OK 我覺得好像是蠻 都會有bug 所以 這東西其實 目前來看喔 還真的不太適合初學者 那他給的程式碼 是可以用 可是我發現他寫的程式碼 有的時候 我自己都感覺太囉嗦 因為他宣告一大堆 然後呢 不需要把它轉成物件的 他又轉成物件來使用 那等於有點是 但是 這是多詞一曲的感覺 比較多啦 OK 所以 欸 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明天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 看那個 後面的部分喔